众所周知,虽然最近几年法语乐坛上,也会注入很多新生代歌手,但其实能够真正做到能够自己独立创作,并且对大家认可,并且广泛传唱的并不是很多,像周杰伦这样有影响力的也是少之越少,对于周杰伦相信大家都十分熟悉了,他从出道到现在已经接近20年的时间,创作了许多传唱对十分高的歌曲。 像《盖白气球》、《听妈妈的话》、《心里之外》、《青花瓷》等等,周杰伦创作的歌曲都有自己明显的风格,相信大家都十分清楚了,他的歌曲一般都是比较柔和欢快,当然《独特之处》就在于周杰伦唱歌的时候,表述并不是很清楚了,不过这也是他的一大特色。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首歌,是周杰伦十九年来就编分的一首歌曲了,他也曾谈人,自己可能永远也写不出第二首。 这首歌的名字叫《以赴之名》,这首歌的前奏在流行歌曲中,应该算是很长的了,总终有一分半钟的时间,因为平时大家听到的音乐,一般都是三十秒左右。 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曲,应该不是很熟悉,但不可否认的是,他已经成为了究竟。 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,周杰伦,也是刚开始做音乐没有多久,那时候也不稳定。 这首歌曲是在十六年前的时候,他与黄俊狼相识,然后方人生做的中间人,其实也是互相合作了。 不过当时黄俊狼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心,后来周杰伦让他给自己写词,就也给了黄俊狼一个机会。 最后写出了《以赴之名》这首歌曲,周本十九年来最编峰的一首歌,曾谈人可能自己永远都写不出第二首。 其实这首歌曲是区别于周杰伦其他的音乐风格的,这首歌曲以黑色电影的风格为基调。 打造一首歌曲,很多人看到这首歌的OMV的时候,可能并不是很理解。 但这并影响它的质量。 因为在当时人们接受音乐的形式,还有经历并不是很多。 所以这首歌在那个时候,并不是很流行。 不像千里之外还有荡香这种的更加跨界人口。 但这首歌其实是开辟了华语音乐的《暗黑歌特风》。 也成了一首巅峰之作。 也有很多歌手曾经来好过。 但是是无法猜入的。 如今过去很多年之后,这首《以赴之名》依然被很多人拿出来改编。 这也能够看出来这首歌曲的魅力。 当然对于歌曲大家是明白的。 仍有能有过时的那一刻。 只有对不对大家喜欢。 大家也都知道。 周杰伦的歌曲,应该算是众多华语歌手中传唱对十分高的一位了。 而且冯文生和黄俊阳也是他经常合作的两位。 都十分出色。 欢迎大家评论去发表观点。 小编续带大家的讨论。